及时新闻综合报导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反腐将许多政敌送进监狱,是共产党内高层人人自围,借此手段成为了中国几十年来最强的领导人。 而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,更力推全新的反腐机构,除了共产党员外,只要是领中国政府工资的人都可逮捕,而这引起了中国法学界的强烈反弹。 据纽约时报报导,中国目前的反腐败监督机构是共产党的一个部门,但只能管辖八千九百万名党员。 据中国政府近期推出的国家监察法草案指出,新的反腐机构则含阔了政府出资的事业单位的员工,范围扩大到在大学国营企业任职的数百万以上的人民。 对此,40名法律学者对此颇感疑虑。 来自上海的法学教授同志为表示,监察法草案在人权保障方面有些地方明显有所倒退,监察机关权力太大,并且缺乏来自官方的权力制约。 北京的律师程海则认为新法案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打击。 原则上,每个嫌疑犯的人群也应该受到保护。 但报道指出,由于中国的政治环境恶劣,在习近平上位的前五年内有许多维权律师遭到监禁。 而批评新法案的反对者之中,许多人是北京和上海的著名大学的法学教授,他们一直避免参与维权案件。 连最近在批评新委员会时,也努力把自己表现为忠诚的反对者。 这些学者如吕薄斌,他们努力表现出自己并非挑战共产党的统治,而是要求共产党履行对法治的承诺。 在指出新法的种种问题后,上海法律学者同志委任党原厂表示,最终的决定取决于党中央领导。 作为法律专家,作为公民,我们只是在尽力履行责任,那就是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。 拜拜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